请不吝点赞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 观念 很多人总是 会来问我 老师我适合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发展呢 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就要看 我们就要看 他的发展是什么 假如是做工作 当然是看官运 他假如是说要去做生意 那就是看财运 要怎么知道说 他是比较适合在国外发展 还是在国内发展呢 其实一个判断的依据 首先我们先看天干地支 看一下 他的 那一颗星 他要做工作 或者是要做生意 他假如是在天干 他就要做国外 他就比较适合在国外 假如是在地支 他就是国内 他是一个二分法 我比较适合远方还是近方 他假如官运是在这一边 就是近方 这一边 就是远方 我比较娶的老婆会是在国外还是国内 就是这样子去判断 而他也可以分为 所谓的远近 这个是一个二分法 你的老婆远 或者是近 所以天干地支就可以分为是这一种情况 他比较适合在 远方 或者是近方 或者是他老婆是属于比较远的 或者是比较近的 远近 就是这样子去看 来讲 第二种的一种看法 就是 你已经知道远近了 那到底多远多近 他这一边 年 月 日 时 这样子来讲的话 这边是最远 这一边是最近 所以一般来说 你就会知道 假设他的官出现在这里 很有可能他的老公 就会是住的非常非常远 离他很远 甚至是在国外很远的一个地方 假设这一边很可能 也是一样 他可能不是在国外 可是他就是 怎样 是在远方 但是是远方当中比较近的 很有可能 就像什么 高雄跟台北 这样子 这一种的一个情况 来讲 这是在天干 假设在地支的时候 他是比较近的 近的 结果他出现在 这个年官运的时候 很有可能 他是在台湾里面 他可能是在台北 台北 这一边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就像这样子 因为他是住 南部嘛 所以各位 所谓的远近 你可以用天干地支 来判断 你也可以看说 他到底是在 天干很远 他到底有多远 分为 年当然最远 月次远 再来就是时间是近的 这一边 就是 年最远 月次 月次之 日而更次之 时间是更近的 很有可能 他的官是在这一边很近 然后又在时间这一块 很有可能 他们两个就是同一线市的 同一线市 所以各位 这个是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远方 近方 所以他比较适合往哪里去走 当然有的人天干地支都有 他自然在哪边发展都比较无所谓 所以这个就是 在八字里面远方近方的一种判断法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